提及,接下来会写五郡六七的内容,前面我们把五行八怪网项都讲完了,所以五郡六七从五音开始讲,五音的内容很基础,所以略显得版机械,但这些内容对于医生来说,是很重要的,所以也不得忽略。 一,五音的概念,弓,声,脚,指,语,读音位弓,S-H-N-G-Z-H-Y是中国五声音间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,类似现在简谱中的一,二三,六,机弓等于一,读,声等于二,二一,脚等于三音里,直等于五,扫,语等于六,L-A,语称作五音,弓弓,商商,脚绝,直指,语语, 起源于春秋时期,是中国古乐五个基本音阶,相当于西乐的丢弓,二一,商,英里脚,嗦直,L-A,语,没有F-A,语,X-I,亦称为五音,而五音的性质,五音属性就是五行属性,公音就是土音,公属后音,为五音之首,其音极长极下极着,商音就是金音,商树持音,提升次长次下次着, 语音就是水音,语属纯音,其声极短极高极轻,叫音就是木音,角属牙音,其声长短高下轻拙之间,这些知识在中音中有很多运用,指音就是火音,指属舌音,其声次高次短次轻,这些知识在中音中有很多运用,三,五音在五运六系中的主要意思,公,中央, 畅通四面八方,商,张法,规则制度,物成熟,则子归其位的意思,语,藏,物具藏与复之也,就是把东西藏起来,还要盖起来,藏于宇宙也是藏,不一定是地下,角,处,处翻的意思,物处低而发藏盲角,就是将种子发芽,总是低头而出的, 不是张张洋洋昂手挺胸的出来,直,直,物胜大而直,长到几点了? 四,物音五脏的关系,我们先上图,从此图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五音所对应的五脏六腑,器官以及和五行八卦的关系,叫音入甘胆,归大长经,内经,脾经,直音入心,三交,归心经,公音入脾胃,归小长经, 旁光经,肝经,肺经,伤音入肺,归肾经,心包经,三交经,玉音入肾,归胆经,具体流出图如下,此图没有中医学知识的朋友可能看不懂,不要紧,先做一个了解,等我们把五韵六气讲完了,就自然懂了,关于音乐方面运用不多说了,我们这里是主要为五韵六气的学习做基础准备, 所以就简单介绍这点知识,关于五音的内容很多文件,可以自行根据需要查询学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